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願 首先就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就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了大批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ACG 占星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移民是一個對香港人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別人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不夠我每一個月搬出New Moon去做的星雲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最近也做過幾次Live 所以真的很忙 就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這個免費的星雲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的 好 快點報到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 伴隨著 蔡日即是西曆新月13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天蠍座好運好運好好運 簡直是人中之罪 你們敢救我農曆二月 好了 但如果不好運那怎麼辦呢? 那你要問一下自己以前做過什麼好事 那不是的 不過可能你的星本有其他的削弱了好運的因素 但是我想說 天蠍座是我今次這麼多的星運裡面 我是最替你們開心的 因為真的很漂亮 工作方面 有危就有機 正所謂上天關了一線窗 其實他都會開了一道門給你的 或者有時候我覺得做人要積極一點 不要說等哪道門開 不如自己嘗試一下去開門 開你一些你喜歡的門 因為命運在你手 不要經常說 依來伸手 犯來張口 工作方面 如何有危就有機呢? 就是說 可能呢 如果你們是打工的話 不幸會被人解僱 或者是被人去降職 停山 凍山 減針那些東西 那 被人真的叫做肉除針板上被人按住來砌 因為始終你是打工的 就問是不是 你有什麼意思呢? 你還沒被老闆去控制 但是 機會就是說 你們從此就有決心 不如我跳出去吧 我自己做自己主人 你們去創業 這個農曆二月會有一個很強烈的這種心態 去自己作主 就算不是創業 但是都可能去搞多個副業 去找一些freelancer part time去做這樣 最低的層次就是打算去轉工 但是無論如何 在自己的事業魂 你們會想自己是當家作主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個世界有時壓力就是動力的 好了 工作以外 其他就有一些更加令你們開心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有沒有天蠍座的朋友是很想生嬰兒的? 或者是努力了很多年都沒有成果 那你們就應該趁這個二月努力做人 麻煩你 OK 不過呢 在這個這麼混亂的時勢 生不生小朋友又是另一重考慮 我不是打算去洗哪個人的腦 但是我自己會經常覺得 自己也有時還沒顧好 現在整個世界 不單止是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 前景都這麼未明朗 那還要給多一個小朋友帶來 就是帶他來這個世界上 那是不是一個最明智的抉擇呢? 那這件事就留給你們想 但是無論如何 對了 要做足安全措施 如果你們不想要的話 但是如果你們一直很想要的 那就恭喜你們了 那還有呢 就算不是自己去有寶寶的話 但是如果你們是想考慮去領養 那些都OK的 不過這件事在香港 性不性行呢 就應該沒有什麼人聽 沒有什麼聽人講 會有 Anyways 好了 那除了BB那方面 有沒有朋友是很想拍拖的呢? 對了 又有機會拍到拖 這個農曆二月 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麻煩記得一定要執領自己少少 我給一個很大的Hint 就是聽完你會覺得是廢話 但是其實不是廢話的 因為 如果你們想 拍拖拖的話 一定要執領一點 是的 那你說 如果你們覺得廢話 是因為你們覺得 拍拖拖當然是說漂亮的 但是其實當然不是 有些人會注重內在美的 但是我就給你一個提示 原來你們這個農曆二月 你們去招 不是招惹 是的 你們去招倒 這個美滿的桃花的原因 是因為外在美 即是 就算你們內裡多麼安裝 你們多麼沒有修養 不要緊 總之你夠漂亮 夠殺食 夠搶鏡 你就會有桃花 OK 還有 預了要花些錢 當然 如果你要去裝身扮靈 這件事也要花錢 但是就算和你們那些First Date 去吃飯 去出街 都是預了要消費的 不妨去一些比較高檔的餐廳 或者吃好西 即是那些東西 花開心錢 其實破開心材 是幾好 OK 還有呢 如果在拍拖的話 會怎樣呢 你的另一半 最近會變得很清淡 很情感 經常會有很多東西去依賴你的 其實對天蠍座來說 這件事就不是一個很大的負類 因為天蠍的控制肉 佔有肉 一向是出名的 是很強盛的 如果對方是很癡身癡細的話 其實會令到你們的安全感多了 OK 另外 如果你們是從事一些創作藝術 美感創意的行業的話 或者你們會做開這些東西的話 那已經有恭喜你們了 接下來你們在這些方面的事務 你們會得到一些賞識 OK 尤其是會有一些金主 是願意去投資你們 即是之後不斷去變成你們的Patreon OK 所以 全部東西聽到是不是很開心 我真的替你們很高興 最後還有提一提 想去成就以上的事務 都還有多一個法寶 就是靠朋友 OK 找一些朋友去收一下封 即是例如什麼呢 如果你要生嬰兒的話 你不可以靠朋友 我不是叫你去借福生子 不是那麼恐怖 但可能你可以問朋友 有沒有好的生製醫生介紹 那些叫什麼 那些性醫生 不知道那些 那些 那些 又或者如果想拍拖 的話 看看有沒有朋友介紹 可以幫你去搭橋 去牽紅線 那些 那些 那些朋友呢 在這個農曆二月 都是幫到你們的一個很大的竅門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聲韻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b 那些朋友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 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鑽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 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 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即是就算有時 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聲師 是會跟星象 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聲韻系 更加之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在我弄星韻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